我本来是丧葬店的小老板 但是由于太多人欠债不还 我房租都交不起了 于是我决定开直播讨债 顺便案例一把本人亲做纸扎大别墅 今天我上门讨债 砰的就一脚踹到门上 大喊开门 丧葬服务费将小姐起来讨债 团钱一脚踹过去 大门竟然搁置开了 一眼看到屋里 我眼角一颤 呆 是我开门方式不对吗 干物 什么情况 怎么又退出来了 主播我警告你 不要再下播 不然我就 我就 下次再看 屋里有什么 怎么感觉主播吓一跳的样子 我的确吓一跳 退出来专门看你眼门牌号 是1202没错呀 深吸一口气 再次推门 刚伸手 屋门忽然被从里面拉开 弹幕 好家伙 难怪吓一跳 砸门进屋 屋里一群警察 这期目标是警察 笑拉拉 讨债跑到警察头上 这日子真行 屋里 七八个警察正围坐在门中处的餐桌前 一人跟前一个笔记本 像是正在开会 门口 上次查办盗漫的老警察 一脸疑惑看着我 你怎么来这里了 刚刚进门说啥 讨债和水讨 我也震惊地看着老警察 心里问出同样的疑惑 你们怎么来这里了 但这话人家能问我 我不能问人家 只能笑道 我来找叶守德 他去年在我店里买的棺材 没结账 我这不是来直播讨债了吗 老警察看了一眼 我胸前挂的手机 没说别的 只说叶守德不在这里 这屋现在被警方征用了 顿了一下 介于我几次直播讨债 都帮了警方大忙的缘由 又补充了一句 你要是找到他 麻烦报个警 我无语 红红说这里就是他家 我掐指一算 这里的确就是红红的爸爸 叶守德的家 怎么还找不到人了 和老警察说话的功夫 我掐指在算 不对啊 我算得清清楚楚 叶守德就在这屋里啊 难道是已经遇害了 被藏尸于此 心思划过 我朝老警察笑道 那个 你们找叶守德 是因为他犯法了吗 还是你们办案 需要征用这个房子 都能从对方家里 砸出点什么东西来 虽然黎大普 但是没有一次失手 凡是被我讨债的 都证据确凿地进去了 连济思念那种 大人物都进去了 散幕 哈哈哈哈 你也知道黎大普啊 明明这意思 是要进去 搬个警察的面砸一锤 牛逼 搞快点 搞快点 所以 我能进去砸一拳吗 就一拳 我情真意切提出恳求 老警察无语 他怎么有一种 虽然离谱但又合理的牛曲感 旁边开会的警察 都齐刷刷地看过来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小寸头 朝老警察笑道 头 就让他砸一拳呗 反正这屋子 怎么不翻遍了 也什么都没找到 万一真能有突破呢 别砸成重墙就行 我赶紧点头 那是自然 又追问一句 那个 我直播用关吗 老警察白手 不用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案子 拨不拨出去的 影响也不大 得了这话 我带了脚套进屋 在屋里环视一圈 最终目光锁定了主卧 静止走进去 停在主卧挂电视的墙壁前面 转临下手腕 我一句废话没有 冲着那电视 左上方一拳 就砸了下去 碰 一声巨响 墙皮脱落的瞬间 墙里一个铁盒露了出来 真有东西 刚刚说话的那个小寸头 立刻就戴着手套上前 朝我笔了的大拇指 然后将那小铁盒 从墙里拽出来 拔出萝卜再出泥 铁盒刚刚拽出 巴达 里面掉出一个塑料袋 老警察震惊 寸头也震惊 不是什么大案子吗 看到塑料袋的瞬间 老警察脸色 铁青一步冲过去 将东西捡起 同时 寸头直接拿了我手机 退出直播间 谁有疑惑 香江花园 红红的妈妈 一把掀了脸上昂贵的面膜 拿着手机 连拖鞋都顾不上穿 火急火燎 就奔到大别墅的二楼 直冲红红爸爸的屋子 守德 守德不好了 叶守德正睡觉 被红红妈啊 见得嗓子吵醒 没好气的骂道 大中午的 会哭狼好什么 红红妈连滚带爬上了床 哆嗦着手 将手机处到红红爸爸的跟前 你看这个 叶守德一眼看到屏幕里 警方从她那旧房子的墙壁里 找出来的东西 顿时磕睡下的全无 嗯 这是什么 警方办案还直播 红红妈赶紧说 不是 是这个主播 这个叫江宁明的主播 江市丧葬店的老板 他每次上门讨债 都要直播 这次去咱们家了 进门就在墙上砸出这个 说完 红红妈恐惧蔓延四肢百孩 惨白着脸看着红红爸 去年 红红刚刚婚离的时候 你不是说去买个棺材回来冲一冲吗 当时没给钱 你还记得不 去年 红红爸爸听了道长的话 给红红办了一场婚事 结果 成亲第二天 红红就昏迷不醒了 送去医院从头到尾检查了个遍 什么都没查出来 可人就是不行 眼见红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都没有任何苏醒的痕迹 他干脆把人接回家 按照图法子 但凡被这个主播上门讨债的 全都被抓了 咱们怎么办 他已经从家里找出那塑料袋 咱们马上就要被抓了 怎么办啊 红红爸爸猛的深吸几口气 不要慌不要慌 红红出事之后 最初他们的确是慌乱着急了一阵子 可后来他发现 他每次打牌 把把督营 家里一天 一天有钱 慢慢也就接受了红红婚离的事实 反正也没损失什么 婚离又不是死了 钻了一下拳 红红爸爸翻身下地 找到那东西又无可 找到也不能证明就是咱们的 不是还有红红吗 警察找上门 咱们就说 那东西是红红从那丧葬店的来的 反正红红昏迷不醒 两人正说话 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红红爸一个机灵骂的就哭出来 是不是那个主播来了 他每次直播讨债 都要这么砸门 他爸一边哭 红红爸一边去点 我刚刚被关掉的直播间 踩点进去 宝子们 我又来了 我清脆的声音 就传出来了呢 听到我的声音 红红爸爸吓得差点把手机扔地上 惊恐地看向红红爸 咋办 警察来了 还好说 我们能把一切推到红红身上 可他要是进来了 咱们就要被抓了 警察无语 你礼貌吗 红红爸到底是赌场上见过大风大浪的 过了最初的慌乱 彻底稳定下情绪 冷着脸说 慌什么 我们住的可是宣称的高档别墅区 我们的物业费是白交的吗 说完 红红爸拿起手机拨了物业电话 那边一接通 红红爸立刻一份便宜的怒吼 我每个月交4000块的物业费 你们就是这样服务的吗 赶紧到门口那个神经病连走 物业经理正坐在监控室 左边监控电脑 右边手机直播 清清楚楚地确定完毕 这户业主家门口正在直播的人 就是上次去基斯年公司讨债的我 徒手撕铁板的女人 她身为一个对业主负责的物业经理 当然是富贵不明明 威武不能屈 十分果断地就告诉叶首德 你报警吧 我管不了 大不了下寄动物业费 给你物折 再见 叶首德 神玩意儿 手机传来嘟嘟声的内顺 叶首德差点捏烂自己的手机 物业不管是吧 行 我叶首德可不是平常百姓 我赤诈赌赌场这么多年 什么场面没见过 一把拿起旁边的裤子穿上 叶首德对着红红妈就说 咱们从后门跑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可是赌场上的经验 手气不顺立刻就撤 别墅大门前 我疯疯通在拍叶首德家的大门 开门 狐狸蹲在我一侧 别不是不在家吧 要不我们先带红红进去 让红红回自己身体 等红红醒来让红红给你开门 红红立刻说 行 我给你开门 我看他一眼 开着直播呢 他不能在水泳面前上演自言自语 红红活而离了身体那么久 现在还不确定真身是什么情况 就算回了真身 也未必就能立刻苏醒 不过 肯定是回去的早比回去的晚要好 有蛇蛇黄黄和大锤跟着 我也没有什么担心的 没多说 点了个头 三个小动物 立刻带着红红穿门按入 弹幕 这夜守得是干什么的 竟然住香江花园的别墅 好有钱 这么有钱都不还一个棺材钱 夜守得我知道 宣称赌场很出名的大佬 把把赢 据说这大别墅就是赢来的 哇哦 现实版赌神 赌神个屁 没见之前警察在经济小区蹲塔 谁有正谣的嗨 忽然 眼睁睁看着我离开大门口 骑了小摩托就走 顿时慌了 你不会又要下播了吧 我拍了两下门不见 里面有丝毫反应 宝子们 这别墅应该有后门吧 前门拍不开 咱们去后门转转 弹幕 真情实感吓出一身冷汗 以为又要下播 靠 勾到下软了 弹幕无语 别墅后门 夜守得坐在宝马驾驶室 来不及借安全带 一个油门踩到底 随着车库大门打开 他轰鸣的油门就冲了出去 然后 迎面就看到我骑着小摩托出现在视野里 老公 就是 他就是他 就是他 他找来了 怎么办 红红妈坐在出驾驶 指的前面 我连哭待吼 夜守得手把着方向盘 如果没有到是给红红伴 澄清这件事 他对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未必相信 可现在 红红婚礼一年 却没死 他财运当头 爸爸都赢 这件事本身就很玄 他对我直播版人送进去这件事 就比其他人更相信些 他绝不能被这傻叉主播找到 这车是上了保险的 他如果惊慌之下 开出去撞死了人 赌徒的博弈就在一瞬间生成 杀心一起 夜守得咬牙 邓着前面的我 油门踩足 一下就冲了过去 弹幕过槽 前面宝马疯了吗 妈呀 好吓人 主播快逃 主播小心 宝马以电闪雷鸣的速度 直冲我的瞬间 直播间珊瑚海啸一样的刷屏 我骑着小摩托 手引着油门 想撞死我 想挺美啊 原本在园区里骑小摩托 我是速度很慢没有戴头盔的 现在 单手持吧 我一把将头盔捞起 戴在头上 拧动油门 冲着前面宝马 就迎面对了过去 急风烈烈 宝子们 之前两次突然下波 实在对不起 来 顶你们玩个刺激的 当是赔罪 看好了呀 走你 弹幕 我靠 主播你冷静点 我不骂你不更新言情攻略了 你回来 碰 就在弹幕惊声尖叫的瞬间 我的小摩托顺着挡风 玻璃上了宝马的车顶 我上去的刹那 夜守得顶承着 在地下赌场上大盘的冷静 忽然一打方向盘 车身移得横甩 然而 车身是横甩了 我的小摩托也被甩飞了 砰的撞到旁边墙壁上 直接车毁人 对于剑 夜守得从后视镜 飞快地看了一眼的摩托车 正要踩足油门离开 忽然一只手 从左侧车窗伸了进来 一把抓住了夜守得的脖子 弹幕 哎呀呀呀 我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 我在单位忽然尖叫着蹦了起来 好 我不会被开除吧 太帅了 在弹幕一片惊叫里 我一把抓住夜守得的脖子 夜守得立刻就要将车窗摁上来 我手臂用力 不等夜守得手碰到开关 电光火时间 就把夜守得从车窗里 给拔葱一样拽了出来 碰 直接一条弧线 送回了车库 我潇洒从车顶跳下来 转了转手腕 摘了头盔随手 往损毁的小摩托上一丢 进了车库 夜守得被摔得头晕 耳骨眼花心跳间 我走到她跟前 我是丧葬服务费江小姐 上门讨债 夜守得 去年你在我家店里 消费一口棺材 现在1888 还钱 弹幕 帅 除了帅 还是帅 继续继续继续 搞快点 搞快点 古话说得好 夫妻本事同领养 大男领头各自飞 眼见夜守得被我甩出去 红红妈十分秉承 这句底续 连犹豫都没有犹豫 连滚带爬就从副驾驶 挪到驾驶时 一抹惊慌失措的眼泪 坚强而独立的 就一踩油门要跑路 然后 车没动 怎么不动 难道是那个 三半变的小老板 用了什么法术 把车控制了 红红妈妈 惊恐地朝车库那边 偏了一眼 眼角余光 就看到了仪表盘 没有了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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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蓝灯交错 警车呼啸而至 不许动 警察 夜守得和红红妈 被带回了别墅 当然 一起进去的 还有我 此时直播间的水游 已经过了最刺激的 肾上腺素飙升的阶段 正在热闹玩梗 弹幕 淡凡夜守得寄了安全带 也不至于被拔出去 有没有可能到时候 就是连座位一起被拔出来了 哈哈哈哈 他应该把车窗关上再开车 那就可能刚化玻璃 直接碎成渣 不无理 眼看夜守得 可能还有点脑震荡 一时半会 无法说话的样子 一进门 红红妈就抱住了 老警察的胳膊 警察同志 我们就是普通小老百姓 只是有钱了一点点而已 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哭得梨花带雨 他自以为 这年头仇富的人太多了 不能因为我们有钱 你们就抓我们啊 老警察一把把他 从自己胳膊上推开 沉着点论 你们跑什么 刚刚开车撞人 还想抵赖不成 红红妈就委屈大哭 不是我们要跑 我们一年前 是从丧葬店买个棺材 当时没给钱 这是我们的不对 可我们只是没给丧葬店结账 他却要上门讨债 一群警察无语 哈 他心仰坏痛 想要把我们送进去 我可是知道 但凡被他讨债的 都被送进去了 这个丧葬店小老板 行而得很 我们住在这里 连你们警察都找不到 他前脚还在京门小区 怎么转眼就来这里了 他有问题 警察无语 我挑眉看着红红妈 我有问题 哼 真有意思 那你们往京门小区 那房子的墙里 藏骨灰就没问题 淡木 草 难怪之前要下坡 原来是从墙里 砸出了骨灰 谁的骨灰 不会是这狗赌棍 设计凶杀案板 黄赌督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转了一下手腕 难怪我当时掐算 怎么算夜守的两口子 都是在屋里 但屋里的墙壁里 封着两张扶纸 两份骨灰 有人给他们换了黄 被两份骨灰 占了红红爸爸 和红红妈妈的命格 被扶纸压着 封在墙里 任谁掐算 也是红红爸妈 就在那屋里 要不是找到那个 他还找不到这两人 到底在哪呢 我一声质问 老警察立刻朝我看过来 正要让我关了直播 忽然 红红妈像是疯了一样 就朝我扑过来 虽然发现 我直播要找他们讨债的时候 他吓得六声无主 可是到临头 绝不能坐以待毙 人生的路 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三分天就定 七分靠打拼 一个杀千刀的 你害得我家红红好惨 我家红红本来是 去年的准刀三生 都过了三磨 马上要考大学了 你缺得不缺得 竟然哄骗红红 从你丧葬店 买骨灰回家藏了 说什么 只要藏了那个骨灰 就能保留 红红高考必胜 还让我闺女 托了家里 两万块钱 给你买福祉 我那傻闺女 就信了你的鞋 我们为什么 不还你三藏店的钱 你心里真的没数吗 你害人不偿命 就一点 不怕天打雷批吗 你陪我闺女 我好好的闺女 就让你害得成活死人 你陪我闺女 红红妈呜哭喊牛 就去打我的脸 泛慕什么情况 我是红红同学 她这年高考前 确实忽然休学 家里说是病了 我早就说 这丧葬店鞋满 正常人 怎么可能一讨债 就把人送进去 难怪红红爸妈 要撞死这主播 活该 害了人家闺女 千刀万寡都不为过 时至今日 竟然还有人觉得 你命有错 呵 我就蹲一个让子弹飞 弹幕争吵不休 我在红红妈发电 冲过来的瞬间 偏身一躲 胳膊肘腰巧不巧 就朝旁边 墙上一个定制的木柜 撞过去 红红妈没打到我 扑了个空 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拍腿就好 我可怜的红红啊 警察同志 你们给我做主啊 我缺个阴毒 害得我红红 从去年昏迷到现在 现在我红红 就躺在卧室的床上 还不省人事 话音未落 哼 一声巨响 让红红妈 输得声音卡住 惊恐转头 看像被我一胳膊肘 撞出一个洞的木柜 里面有什么 性女院吃素三天 祈祷一个主播 别下播 所有警察都朝我 撞出来的那个洞看过去 我转了转手腕 在那洞旁边又砸了一拳 顿时随着 稀里哗啦一阵东西 掉落的声音 被我一拳砸出来的 巨大洞口处 一个佛刊显露出来 这是佛刊没错吧 为什么里面供奉的是一只乌龟 佛刊里面供奉着乌龟石像 在看到那乌龟的瞬间 围下怒火中烧 他只以为红红 在被乌龟王八蛋 戳走了之后 红红爸妈只当是红红昏迷 并不知道真相 可这乌龟石像就在眼前 这佛刊甚至还摆着 供奉的香烛花果 这墓柜是做成家层的 外面格子上摆着几件工艺品 全当是一个工艺品的锅骨架 可工艺品后面的挡板之后 还有一层 我一拳砸下 就是直接砸透了这最后一层 露出里面的佛刊 转头 我怒视红红妈 你还是个人吗 心头裹着巨大的怒火 我是撒气 是谢坦士尉 红红名字品 一拳又砸出去 这次他一拳砸在 弹幕会旁边的墙壁上 碰 一个东西直接从墙里掉了出来 弹幕 为什么主播看到乌龟石像 忽然这么愤怒 掉出来的是什么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那东西砸落在地的一瞬间 红红妈顿时面落土灰 连滚带爬扑过去 就要将那东西捡起来 但才刚刚动作 就被老警察给他死死摁住 老实点 另外一个警察戴着手套 将那东西捡起 是个黑色的火灰罐 盖子一打开 看到里面东西 警察顿时皱眉 是什么 老警察问 那警察满脸厌恶的 狠狠瞪了红红爸爸和红红妈妈一眼 朝老警察说 照片 干怒 什么照片 拿出来看看 别把我们当外人 我有个不好的预感 这叶首德是混毒场的 这照片该不会是 我也 红红妈妈被老警察摁在地上 惊恐蔓延四肢百孩间 强烈的求生欲 但他忽然抬手 就指了我 是他 都是他 是他让我们放高利贷的 是他让我们给借贷人拍照的 不然就不肯把红红还给我们 你们抓他 他坏透了 他还变态 这些照片都是按照他的要求拍的 他就喜欢看人家不穿衣服 干幕 都是L照 赌场 高利贷 放贷的借贷的都没有一个好东西 傻叉主播指使人 拍L照放高利贷 等着被判刑吧 这主播真恶心 智障嘛 什么迷惑发言 我没去看那照片 只伸手到那木柜后面的佛刊处 一把拽出那佛刊 这是什么 冷声质问 红红妈比气十足的说 是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 这可是你让我们供奉的 你说只要日日前程祈祷 前心供奉 红红就能回来 放你娘的屁 红红有多惨 此时我的火气就有多大 当着警察 当着直播间一众水有的面 我朝他肩膀就是一脚踹过去 伴着一句芬芳 我将那佛刊上的黄纸扯出 我让你供奉乌龟王八蛋黄红就能醒来 那为什么这注词上 写的是发财报复 无归牌位底下压着三张黄纸注词 一愿发财报复 二愿复贵长久 三愿赌场为网永不变 我一张一张地读出来 这里面有一个是和红红有关的吗 捏着那三张纸 我恨不得捏的是红红妈的脖子 你们说红红是被我害的 昏迷不行 那我问你 红红昏迷不行这么久 你们为了救她花过多少钱 既然是被我害的 自己闺女昏迷不行 你们怎么不去丧葬店找我 怎么不报警 宝马奥迪开着 别墅住着 红红呢 你那昏迷不行的闺女呢 红红巴吞咽一口恐惧 大声吼叫 仿佛声音越大就越有理 不去当然是因为我们不敢去 你一个开丧葬店的 谁知道没有多坏 你要是用阴火整治我们 我们要是都被你害了 谁照顾我闺女 反正都是你害的 你不承认也是你 呜呜呜呜 我可怜的闺女啊 我咬牙切齿 你们甚至为了不让红红醒来 专门请了道士给你们改命 将你们的命格 混着骨灰封在 就永远只能那么飘着 我快去炸了 怎么有这么炸的风母 可当着谁有当个警察 我不能说太多 只能说 虽然封建迷信不可取 但你们这心思 会达目的的手段 歹毒透了 谁给你们的福祉 就是你 都是你 红红妈一头养病 碰 楼上忽然传来巨大一声动静 所有人仰头 看向二楼 红红爸爸 刚刚被我从车里拔出来 摔到车库 浑身疼得像是散架了一样 红红妈和警察后 掰扯的时候 她就没出生 万一没有掰着赢 她还能顺便装一把七宝蓝 把一切都推到红红妈身上 她最多算是一个存算 却是在这动静传来的瞬间 忽然眼皮一跳 蹭着起身就往二楼跑 该不会是没死丫头 要巧得巧得醒了吧 这种时候 她死不死 竟然敢醒 绝不能让她醒了 红红爸爸猫不见了跑出去 却对旁边一个警察 朝后一个飞虎铺 直接给蹦倒在地 留了两个警察 控制红红 爸爸妈妈 其他人全都冲向二楼 宽敞明亮的大别墅 二楼最尽头的房间 大门紧闭 刚刚的动静 就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 这是红红的房间吧 我速度快 冲到了第一 却在手把上门扶手的瞬间 忽然顿住 红红昏迷一年 这样猪狗不如的爹羊 会照顾他吗 里面的他是什么样的 我游历一下 直接下播 网友 这种时候你下播 你有心吗 关了直播间 我回头朝警告而来的老警察说 这可能是红红的房间 你终于来了 红红爸妈不是东西 我开门一进去 蛇蛇一个标状大蛇 破天抹泪就好过来 狐狸手在红红旁边 叼烧眼挂着泪珠 也转头看我 红红太可怜了 黄鼠狼抹泪 天 跟着我一起进来的女警 再看到床上的红红的刹那 顿时后背一喊 失声叫了一声 红红穿着大红的嫁衣 头上盖着红盖头 维持着出价的姿势 双手交叠在小腹 平躺在床上 又在外面的一双脚 穿着绣花鞋 脚下床尾 摆着一口棺材 这是什么阴间场面 拧紧上前 慢慢掀起红红头上的盖头 小姑娘双目紧闭 脸色白的 管入一层透明的纸 脸瞧着一丁点营养都没有 瘦的皮包骨 狐狸在我旁边哭 她可能一年都没有洗过澡 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 她身上都臭了 头发也是臭的 这么热的屋子 不开空调不开窗户 红红好可怜啊 那对王八蛋爸妈 一定要不得好死 红红离回太久 之所以真身还活着 全靠一张符纸掉着命 可她的父母不做人 真身被遭剑成这个样子 就算是毁魂 也是病危 幸好是她们送回来的 不然 只怕没且睁脸就断气了 靠着红红报复 享受着红红用命换来的钱 却这样 狐狸心疼的 躬在床头 小毛手一下一下 给红红留着心口 之所以不让南景进来 是怕里面不方便 现在红红虽然穿了诡异 可到底算是衣着整齐 李警红着眼转头将大门打开 我想了一下 还是没有开直播 现在这个网络环境 红红明明是受害者 谁知道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 毕竟躲在屏幕后面 抱着键盘的 也不全是人 红红以后还有好长好长的人 生路要走呢 我的天 大门一开 几个南景进来 都被屋里的情形吓一跳 老警察脸色铁青的 看着床上躺着的小姑娘 真是畜生 李警从红红旁边 拿起一张符纸 猎手的两口子 应该是请了符纸 老警察接了那符纸 看了一眼 这应该和底下的佛刊 是配套的 用这样阴毒的方式 来保佑发财报复 这还是人吗 旁边寸头警察看了我一眼 小声和老警察说 这事儿 丧葬店江小姐也说不清 人家一口咬定 就是他缩始的 他肯定得回去配合调查 老警察说 先把人送医院 其他再说 他一声吩咐 李警立刻上前去抱红红 刚刚弯腰 就见躺在床上的小姑娘 呼喊皱眉 李警一愣 红红慢慢睁开眼 他活了 终于活过来了 用人的方式 活了睁眼刹那 眼泪绝地一样 就从眼底往上楼 对着自己跟前的李警一下 哭出了声 身体缠弱 哭声像小猫一样 让人心疼 李警也哭 哄他 没事了没事了 我们来救你了 红红点头 又看向我 谢谢姐姐 说完 撑着一口气 朝老警察说 一年前 我爸妈请了 倒是回来 倒是说我破了家里的财率 要让我嫁人 我爸妈给我喝了一杯 放药的牛奶 我就昏迷了 更多的 他没法说 被灵溢 被控制 他如何开口 沉重而尖锐的伤痛 只能化成一句 这一年来 他们一直不让我醒 刚刚他 虽然没有睁眼 可他妈妈在楼下 歇斯里地的话 他听得清清楚楚 他怎么能让 宁明姐姐被冤屈 老警察哽咽点头 好 好孩子 我们都知道了 你放心 先去医院 踏踏实实做检查 女警抱着洪洪离开 下楼的时候 洪洪妈妈一眼看到洪洪 立刻就要挣扎着扑过去 洪洪 我的洪洪 我的好闺女 你醒了吗 你看看妈妈呀 妈妈好担心一打 旁边警察被他这无耻气的冒火 直接拿出手铐 一把给他靠了 你要真心疼他 会让他穿的这种鬼东西 昏迷一年 洪洪瘦的 只有一把 没有什么分量的 躺在女警的怀里 在他妈妈哭过来的瞬间 弯一年一脸内 转头 在女警的怀里缩了缩 他不想多看一眼 不想看 不想听 只要是和爸妈有关的 爱好爱坏 他只想逃 逃得远远的 就在洪洪转头一瞬 他妈妈一下惊觉 这孩子真的醒了 昏迷了一年 竟然醒了 不行 他不能被抓 洪洪妈顿时嚎啕大哭 洪洪啊 妈妈是被逼的 你也知道 你爸一输了钱 就要打人 妈妈实在被他打得受不住 还同意的 你是妈妈的心头肉 妈妈怎么舍得让你受罪 和你爸要往死里打妈妈呀 洪洪 我的洪洪 妈妈命苦啊 嫁了这样一个毒鬼 他忽然跳脚转头 冲着洪洪爸就骂 不要闭脸的玩意儿 你算什么男人 毒鬼 打老婆不算 还要算计孩子 用孩子去给你犯打牌的好运气 你不是人 畜生 我和你拼了 洪洪爸眼见这次女人 竟然想要让自己背波 沐猴 见人 分明都是你唆使我的 这个家 什么不是你说的算 我心疼的不行 米井也心疼 抱着洪洪加快脚步 从这个家里跑出去 出去就是海阔天空 从此以后 各不相干 洪洪一走 我开了直播 狐狸裹着一枪的怒火 看向我 我忍不住了 我要揍人 蛇蛇也吼 我也忍不住了 再不揍人 我就炸了 我默许 狐狸和大蛇 嗖嗖上了洪洪爸妈的身 洪洪爸爸忽然挣脱了警察的控制 八天一样 冲向洪洪妈 洪洪爸虽然被手铐靠的 可也竭力反胖 电光火时间 警察尚未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两口子就像两条村里的疯狗一样 打成一团 你给我一脚 我给你一拳 你扯我的地 我拽你头发 大有不把对方打死不罢休的姿态 弹幕发生了什么 怎么一开播这样 就打起来了 这是被石锤了 然后狗咬狗一嘴毛 打砸打 只有我关心主播还砸不砸吗 今天的砸砸砸看得不够爽 警察就战术性动作延缓 硬是在拉架的过程中 但这俩彼此互偶了 足有三分钟 才把这俩人强行拉开 一人顶一个鼻青脸肿 各自被摁倒 狐狸大蛇一离身 这俩顿时 被全身的疼自己的静巻颤颤抖 老警察将他放了 照片的骨髓罐子 往茶几上光当一格 偏信封建迷信 残害自己孩子 这罪 你俩谁也跑不掉 利用赌博非法赚来的赌金 在赌场放高利贷 逼迫接待者 以赌予的L照做抵押 这罪 你们也逃不掉 顿了一下 老警察锋利的目光 熏寻过红红的爸妈 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交代一下金门小区 你们藏在墙里的骨灰 是谁的 弹幕这就被带走了 不砸了 挖的就哭了 我还想看砸墙 眼见红红爸妈要被带走 我顿时急了 两步冲上前 弹幕要砸了 要砸了 要砸了 搞快点 搞快点 弹幕千锋万换肩 我一把拦住老警察 红智 抓走之前 先让他们还个债吧 不然我这一趟 白跑腿不说 还搭一个摩托车 总不能最后达成伤害的 只有我呀 我是坚定的 无神论 唯物主义拥护者 所以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弹幕无语 不愧是你 老警察转头 看向红红爸妈 吵小寸头 吩咐一句 让他们扫码还钱 红红妈妈立刻说 我加钱都在她手里 我没有 红红爸爸咬牙切齿 胡你的说 我哪次赢了钱 不是交给你 我无语 两位 1888是个偶数 一人一半944 我小摩托买的时候3300 跑去300折就费 一人1500 从别墅出来 警察压着红红爸妈上车 老民警朝我说 这次又多谢你 我大大方方笑 怎么谢 老民警无语 谁有无语 老民警办案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被具体地问怎么谢 笑了一下 你想怎么谢 给我店做个宣传 我就十分务实地 说出自己朴素的愿望 老民警眼角一抽 我警局 给你丧葬店做个宣传 我嘿嘿 干笑 但没说话 老民警无语 你还挺会技术性的沉默呀 行吧 有机会的话 我给需要的人推荐一下 我立刻笑道 谢谢警察叔叔 老民警离开 我美滋滋朝别墅后面去 宝子们 今天我非车帅不帅 举起手机 我心情很好的和谁又聊天 弹幕 砸墙没看够 就是你老下播 我今儿都没爽 要看砸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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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扫一眼弹幕 空笑不得 你们真是 我还能总打墙啊 大锤80小锤60 你们给钱啊 这话才说完 弹幕挑过一场打赏 新丁乐打赏主播一艘游艇并留言 买你4.8个大锤 搞快点 搞快点 类似弹幕挑过十几个 我震惊 真行 行吧 看待我今儿确实下播好几次的份上 来 满足你们 但只是砸呀 砸不出东西可和我无关 谁有一片欢呼 我举目四望 这砸哪呢 人家好好的高档别墅 自己一拳下去 他不是1.6个亿能解决的 干脆再次折返夜守德家车库门口 顺便把自己小头盔取回来 虽然摩托车毁了 可小头盔还好好的 当时花了二打块钱买的呢 以前总砸墙 今儿砸的不一样的吧 来 给你们表演一个徒手砸地 八十 走你 我手腕一转 朝着车库门口小摩托 被损毁的地方 这一拳砸下去 碰 一拳砸完 我刚要起身 看吧 也不说回回都能 话 话没说完 我眼角一抽 弹幕 破槽 这是什么 坑里好像是手 这份功劳甚至算长了的 我一眼看到 被自己砸开一个坑的地面 看着里面露出来的东西 起身拔脚 就往警车那边追 当然 反手一个下锅 不能少 老民警刚要上车 我一声大吼 警察叔叔 我要报警 车库前 几个警察从车库里 找了铁锹之类的工具 几下顺着我砸开的坑 挖出两具尸体 一男一女 老民警办案多年 几乎一瞬间 就想到那两份骨灰 那两份骨灰的数量都不多 这两尸体 一人缺了一只胳膊 数量差不多 正好是那骨灰的数量 出了人命 现场立刻拉起警戒 老民警一脸复杂的看着我 片刻 又要谢谢你了 不然这还得等到 审讯栏那两人才能挖出来 我也一脸复杂 我既然没有算出来 这底下有尸体 不应该啊 宁宁宁宁宁 狐狸忽然一声喊 我转头看过去 就见狐狸 从那尸体 那是老底座传起步 至于他 他得去处理留下符纸的人 这符纸和经文小区 在房子里的墙壁中 找出来的符纸 明显出自同一人 并且这符纸力量 强大到他算不出来 我朝老民警说 虽然封建民信是民信 但是有人用民信 要言获重 有人相信民信 不择手段害人 这就不行 你们审讯夜守得两口子的时候 能审讯一下 到底是谁指点了他们吗 老民警就说 这是自然 说是他人害人也是办法的 这人应该和马大师差不多 我就说 那审讯出来 能告诉我一声吗 老民警挑眉 我咬牙切齿 就是他们这种败类 破坏了我们 丧葬行业的好人声 让大家觉得 我们晦气 到时候他被抓 我必定去放两把鞭炮庆祝一下 老民警无语 竟然 我无语 我放电子炮 从乡江花园离开 我先去了一趟摩托店 惊挑细选一辆小摩托 出来 就听狐狸 不舍舍说 红狠一个人在医院 我不放心 要不咱们三个人扳倒吧 蛇哥是咱们三个里最厉害的 蛇哥今儿第一个去 狐狸说完 要烧眼朝黄黄一眨 黄黄顿时 心领神会 立刻就说 我本来想今天去陪红红的 但是我没有蛇哥厉害 万一有人挡乱 我应付不来怎么办 还是蛇哥去吧 被狐狸和黄鼠狼 充满敬佩的恭维 蛇舌得意的杨气脑袋 脸上带着压都压不住的骄傲 没没没 咱们都是一样的优秀 不过既然你们称伟生大哥 那我今儿就去陪着红红吧 蛇哥说完 转头离开 他一走 黄黄立刻朝大锤说 不愧是你 这样咱们回营名家 他就不知道了 大锤的意道 个傻大哥 还以为咱们真的叫他大哥呢 说完 他俩齐刷刷觉得后背一两 回头 眼睁睁就看着刚刚离开的大蛇 不知道什么时候盘在他们身后 吐着愤怒的杏子 声音冷冽的咬牙切齿 黄鼠狼一下抱住 瑟瑟发抖的自己 不愧是冷血动物 声音冷冽起来就是不一样 我害怕极了 妈妈 救命 黄鼠狼转头就逃 蛇蛇线子喷着怒火 一尾巴就朝他开山倒海抽过去 你才傻小个 你全家傻小个 黄鼠狼跑得飞快 但因为害怕极了 才奔出三步救 左脚半倒右脚 跌倒一瞬 就被蛇蛇尾巴抽的转起来 个小婆罗 蛇蛇呸的骂了一句 转头看向狐狸 树桶里奉射着胸光 张嘴就要去咬它 狐狸吊烧眼一弯 小毛手一拖 在小小的丧葬店里面 挖呀挖呀挖 逃小小的坑子 找小小的药 在大大的丧葬店里面 挖呀挖呀挖 逃大大的坑子 找小小的药 五无语 眼睁睁就见蛇蛇一张 胸光动射的汗肥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安响了下来 一条蛇 露出了柴狗的微笑 然后狐狸搜的窜到他跟前 朝他几眉弄眼小声说 你不是中毒了吗 我和黄晃去给你找解药 别让你又发现 快走 蛇蛇满面 安详一愣 说得一脸警惕 转头就撤 临走不忘说一句 谢谢啊 五无语 刚刚停下旋转 御斗眼还在七上八下的黄晃无语 凭什么只有我挨揍 打发狐狸和黄晃 先回丧葬店 我骑着小摩托去了一趟银行 红晃爸妈被抓 那些非法得来的财产 必定要被收回 等红红从医院出来 怎么过活 可怜的小姑娘 总不能遭了这么大的罪之后 还要过紧巴巴的日子 乌龟王八蛋给她的那些金条 我一部分存银行 一部分兑换了现金办了银行卡 到时候全都是红红的 事情办完 我开了小直播 一边慢悠悠起小摩托回丧葬店 一边和谁有聊天 宝子们 我又来了 弹幕 你滚 下波狗 不想理你 说着不想理 但是弹幕嗖嗖的刷 我笑着说 那抽十个谁有 免费送大别墅能哄好吗 弹幕 不能 除非你再砸个墙 就砸你背后的墙 现在就砸 不然取关 我无理失效 我背后是银行 砸了我就进去了 有一句没一句的虾瓶 因着银行距离丧葬店不远 很快小摩托骑到丧葬店门口 店门口 徘徊里对老夫妇 又是多岁的样子 穿得十分朴素 老太太哭得眼睛发肿 老头唉声叹气 我刚刚打小摩托停下 老头老太太转头就朝他看来 像是在便宜一样 盯着他看了一瞬 老头老太太朝着我扑通就跪下了 弹幕 卧槽 这什么情况 会求主播帮忙去讨债 我吓一跳 赶紧下车过去扶 别别别 我受不住 你什么话起来说 老太太跪在地上 哭得颤颤巍巍 我扶他那一瞬 他手抓了我的胳膊 几乎身体都已靠在着胳膊上 眼泪糊我一胳膊 姑娘 谢谢你 谢谢你 他哭得太惨 我叹了口气 咱们去店里说 扶起俩老人 我打开店门 让他们坐在小沙发上 一人倒了一杯水 老太太虚弱无力地靠在沙发上 明显是伤心过度哭得没了力气 老头重重一叹 朝我说 我们俩刚刚从警局过来 他看着我 浑浊的老眼 带着哭过的血丝 我们去领尸 我很轻地挑了一下眉 明白过来 今儿他在夜首德家车库门口 砸出来的两具尸体 老太太声音又哑又颤 那是我大闺女和大女婿 一开口 眼泪又不断地滚 我女婿豪赌 把家里说的啥都不剩 天天有人上门讨债 我大闺女要和她离婚 那天早上 他们去民政局办手续 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一年了 走了一年没回来 老太太说不下去 呜呜呜地哭起来 哭得直播间的水友 都跟着眼眶发红 老头噎着眉心 抹了一把泪 我们刚刚从警局回来 他们说抓了凶手 凶手招供了 我大女婿不想离婚 骗我大闺女说她赚到了钱 其实她是和人借了高利贷 叶首德让他们去取钱 离婚的路上 我大女婿高高兴兴 带着我闺女去了 结果老头眼泪也绷不住 绝逼颤抖 在畜生说自己要赶命 就把我闺女女婿杀了 弹幕天哪 到底哪个神棍这么落毒 但她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 叶首德该死 这个说是叶首德的神棍 更该死 你宁弄她 我只想说 黄赌毒害死人 真的不要沾 老头泪眼婆娑看着我 我闺女一年不见人 我们找了一年 谢谢你 今儿要不是你 我们还见不到人 我们想要从你店里 定一个丧葬服务 给我大闺女下葬 她跟着那个 赌棍苦了一辈子 死都不是善终 我们想给她 风风光光泛一场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种痛 刮心踢股 没有经历过的人 无法体会 给两位老人定了一个 18888的一条人服务 我送走两个老人 抵靠在门口 望着像个鸡蛋房式的落日 才叹没两眼 一个穿着西装革里的小伙子 火鸡火鸟 朝我这边跑来 江小姐是吗 人还没到跟前 声音已经喊过来 我赶紧唯一声 是我 你有什么 我话没说完 那小伙子已经气喘吁吁 跑到我面前 上气不接下气 我那边银行的职员 我们所打不开了 你能过去砸一拳吗 弹幕 哈哈哈哈 你命的业务逐渐离土化 刚刚谁说让主播去砸银行的 来活了 快出来看 搞快点 搞快点搞快点 我震惊地看着那小伙子 啥玩意儿 小伙子双手合一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就砸一拳 可以付费的 就当是请你去银行替我们 向银行大门讨债了 一拳砸下去 里面全是钱 散幕 哈哈哈哈 笑娃娃 讨债逐渐变态化 我哭笑不得 知道黄黄和大锤都在垫里 银行距离丧葬店也不远 我就和他过去 这个点 银行早都不对外营业了 工作人员再进行一天的汇总盘点 忙得不可开交 大妹 原来银行关门以后里面还有人啊 小伙子说 没事 不用关 砸的地方不涉及什么精力 他把我带到三楼 逼出大铁门前 就是这里 拜托了 好说 手腕一转 我话不多说 直接一拳就砸过去 碰 一声巨响 大门自己从里面打开了 我都惊呆了 我砸门还带开锁的功效 还是机械密码锁 我升级了吗 然后大门后面就出来一个女人 穿着银行制服的女人 目瞪口呆望着眼前的人 在巨大的惊恐中 拖口而出 这年头 抢银行还要开直播 弹幕 神特么抢银行开直播 哈哈哈哈 我无语 旁边小伙子一眼看到同事 忙说 徐姐 你怎么在这里 半天不接电话 我们找不到你都打不开这门 这才请了桑档小姐姐来帮忙开门 被小伙子叫做徐姐的女人愣了一下 看向我 你就是旁边僵士桑档店的小老板我 我舔了一下嘴皮 嗯 徐姐一把 就抓了我砸门的手 激动的宛若特务接到了头 你能帮我讨债吗 我无语 或下班去找你 你店里还开门吗 我无语 好家伙 一拳砸出了客户来 应了晚上在店里一等徐姐 我离开银行 一拳解决的事 何况还是人家工作人员 自己从里面把门打开了 我没收费 小伙子硬塞了我两个员工冰淇淋 我吃着冰淇淋 丢带回店里 晚上十点 徐姐准时来了 你在直播吗 一进门 徐姐就问 我瞥了一眼自己只在柜台上的手机 嗯 介意吗 介意的话我可以下播 从银行回来 我一直在一边扎别墅一边 可是有聊天 都聊半天了 不过徐姐摇头 上前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 胳膊往柜台上一只 爽朗的说 不用 哦哦吧 反正我要讨债的 也不是什么活人 我无语 谁有也无语 我今天本来是去自杀的 不愧是金融人 开口就是硬核自我介绍 我都跳河里了 不过 河水时刻太臭了 我又上岸了 我无语 谁有也无语 徐姐看着我 忽然苦笑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毛病 我赶紧摇头 没 您做得很对 活着多好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徐姐叹息一声 别人都觉得我特别厉害 年纪轻轻就是银行高管 工作好 长得好 也嫁得好 我老公也是银行高管 我俩自由恋爱 我追的他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 他可是校草级别的 在别人看来 我简直是走向了人生巅峰 我也一度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他说话的时候 始终嘴角勾着笑 但那笑透着一骨子心酸 淡漠 盲猜一个老公出轨 盲猜一个梭哈买股全都赔了 盲猜一个被领导 X骚扰 可上个月 我忽然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他原本一直半垂着眼 说到这里 忽然抬眼看向我 从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就和伴娘搞在一起了 这都三四年了 我上个月才发现 伴娘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把他当亲妹女样堂 他把我老公当亲老公一样用 眼泪禽在眼底 落落 他仰头眨了眨眼 人回去了 他们俩一起跪在我面前求我 说他们是真爱 我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 甚至我老公出轨 我都不敢让同事知道 就怕大家觉得 是因为我不过好我老公才出轨的 可我心里难受啊 凭什么呀 他出轨 我还得原谅他 我还得把房子给他 我净身出户 我闺蜜不光求我 还去求我爸妈 我爸妈都有心脏病高血压 让他一次纪 全都住院了 我爸在阿信U住了半个月 才活过来一条命 我妈现在还婚女一丈 一个女强人 蹬不住那份坚强 声音哽咽地抖 我又没考成功 高速上和大货车追尾 车让压成铁饼了 压得俩傻叉 房子卖了几百万 提得现金跑路 在车当场着火 几百万全都烧了 但慕 我刚要骂渣男见女 我蹭到的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人没了活大概 但是钱没了 好心疼 徐姐捏起的拳头 趴得一砸柜台 带着雷厉风行的怒火 我自杀的时候想着 别人会怎么说我 想着以后怎么见同事 可被河里的臭水一枪 我一下醒悟 我想那么多别人干什么 他一下拿了我的手机 对着屏幕说 我徐新阳 被渣男见女绿了 说完 他看向我 质地有声 我要讨债 我无语 弹幕不是都死了 这杂讨 虽然但是 一整个期待 搞快点 搞快点 落落看了一眼 直播间 我简直怕急了 前几天刚有个同行 在直播间点算命 然后他让抓了 我可不能不投降后陈啊 我一正言辞 徐姐 你知道的吧 这世上没有鬼 话音刚弱 赵斌德 穿门而入 整个鬼都静待在那里了 那我是啥 新代此代 难道别鬼这个字 也赋予了新的读音吗 我无语 徐姐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没有鬼 没有鬼你说你店里的大别墅烧下去 底下人都能收到 还能拖梦 弹幕 哈哈哈哈 主播翻车了 主播虚假宣传 快来抓他 我朝他微笑 尴尬而不失礼貌 那是此场笑语 量子纠缠 你知道的吧 徐姐无语 红红活活 黄黄呼呼呼 就眨了眨眼 大眼瞪小眼 瞪了18秒 徐姐气场实际一百首 我不管你什么效应 反正我要讨债 他俩不得好死 那是活该 和我几百万的钱招谁惹谁了 让房子算出期共同财产 要么把房子要回来 要么把钱要回来 一共457万8 我无语 你简直在为难我老江 徐姐一拍柜台 豪气冲天 讨债费给你三个点提成 弹幕 好家伙 计算器迅速掏出来 457800乘以0.03等于137,340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钱是其次 我想看过程 搞快点 搞快点搞快点 我撇了一眼弹幕 我搞快点你也看不到啊 不过你们看不到关我挣钱什么事 转头就朝徐姐微笑 好的呢 您扫码支付一半预付款 三天后您钱款到账 给我结算为款呢 可能我答应的太过痛快 徐姐都愣证一下 然后一舔嘴皮 现在又有鬼了吗 弹幕 哈哈哈哈 灵魂发问 我一点不尴尬 嗨 我能怎么办 你为了追回损失 我为了养家糊口 我努力一下咱们双影 钥匙没成 全款退还 就是一个干脆利索 徐姐掏了手机 就扫码付钱 男的叫钱鹏 女的叫肖悠悠 噼里啪啦给出基本信息 徐姐心满一足离开 我啼了一眼还处在那里的赵兵德 爱着直播间还开着 没搭理他 转头和水友们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要下播了 弹幕 下什么播 夜深人静 不是正好去直播讨债 搞快点 搞快点搞快点 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 不给看就举报你虚假宣传 我失效 世上本没鬼 死的人多也没鬼 从前有个人总劳业 然后他就猝死了 看看 写的教训啊 宝子们快去睡 明天白天带你们 去直播讨债 我下播了哦 明天中午十二点见 在一众水友的强烈抗议下 我一快下播 抬头就见赵兵德还处在那里 我问你干嘛呢 站岗呢 赵兵德苍蝇搓手 一张千年老脸 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羞奶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我想去看演唱会 我都惊呆了 我也不是黄牛啊 你去看演唱会 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如是你鬼 还去看演唱会 我一个天使都不落寡闻了 赵兵德就说 啊我们鬼也能看演唱会啊 你怎么还物种其事 不过那个歌手说 想要见你 我们要是能把你邀请过去 就算我们VIP跳 我无疑 那歌手谁 我认识 叫傅申克 什么玩意儿 我全都瞬间就应了 那我可太认识了 什么时候去 现在就走 赵兵德没想到我答应这么痛快 顿时乐出一个屁来 两个小时以后就开始了 咱们可以提前入场 现在就走吧 我们准备了荧光棒 也有你的份 行 不过等我一下 半天了都不见黄黄和大锤动静 我有点不放心 先去后屋瞧一眼 或进去就看见黄黄大锤 和鬼漫症病头挤在一起 鬼漫手里捧的相册 还是什么玩意儿 三个看得津津有味 看这副机 我得天 这脸也太好看了 放娱乐圈都吊打一局流量 呜呜 浮炫太帅了 真人更帅 大锤一句真人更帅 惹得鬼漫极度转头 你见过 话没说完 看到门口的我 鬼漫立刻感天动地飘过去 谢谢宁宁姐姐 我看了一眼 他手里捧的东西 这是GM炫的写真记来了 还挺快 我对美男没多大兴趣 问 我要跟着赵斌德去看演唱会 顺便去找俩扎讨债 你们是跟我去还是留店里 鬼漫紧紧抱着写真记 我不去 我要好好学习 我无语 大锤看看写真记 看看我 看看我又看看 写真记 十分摇摆不定 我也不去吧 我给你看店 万一有人进来偷远宝呢 我无语 谁换我们来 伤葬店偷东西 转头看向黄鼠狼 黄鼠狼蹦起来就说 我也不去 我无语 不去你蹦这么高 我毕竟一个活人 要去鬼的地盘 还得找个地方死一死才行 安详地躺在床上 我灵魂出窍 跟着赵斌德离开 傅声客怎么知道 你们认识我 我问赵斌德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就他找到我呢 说如果能把你请过去 就给我们VIP票啊 你知道演唱会的票 有多难买吗 天呐 那么大一个鬼巢 都容不下小小的我 我无语 傅声客在鬼圈 很出名吗 赵斌德摇头 那我不知道 我无语 不知道你去看他演唱会 赵斌德理直气壮 不知道不能去 大家都去啊 连英差都去呢 我肯定想去看看啊 你忘了 我一完裤啊 我无语 就特么无语您噎 我还是先掐算一下 钱鹏和肖悠悠在哪里吧 抬手无语 前鹏 我好气 凭什么我们死了 徐欣扬还活着 我无语 这还有送货上门的服务 带我来鬼巢帮一个 背带绿帽子的小姐姐讨债 一转头 就见不远处 站着一男一女 你人肚子微微隆起 扎一个马尾 看上去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轻轻爽爽 和徐欣扬那种女强人形象 完全不同 他对面的男人 西装革履 一派精英模样 萧悠悠揪着钱鹏 衬衣上的一点不亮 委屈得直抽烟 老天爷对我们好不公平 我们这样好的人 凭什么就出车祸死了 徐欣扬这种人 却好好地活着 一定是他买通了大货车的司机 故意撞死我们 给我们的孩子报仇好不好 只要一想到我们的孩子 还未出事就这样死了 我好恨 钱鹏 我好恨 钱鹏一把抱住萧悠悠 心疼地哄他 别哭了 过了奈河桥 喝了孟婆汤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下辈子我们光明正大在一起 萧悠悠一下 推开钱鹏 流着泪的眼睛通红 瞪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的孩子就白白送命吗 他有什么错 钱鹏脸上带着心疼裹着无奈 可我们已经死了呀 再说 欣扬爸妈也住院了 我们离开之前也把家产都变卖了 他手里没有钱 就算是活着 以后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凭什么让我爸妈 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 该死的人明明是徐欣扬悠悠激动得好 你爱的人明明是我 就因为他家里有钱 为了工作 为了生活品质 你就得娶他 我只能做不光彩的小三 果腹甘心 钱鹏 果腹甘心 说着话 萧悠悠普通给钱鹏跪下 我求你了 求求你了 给我们孩子报仇好不好 别的我都能算了 我偷偷摸摸当小三 我处处被人说不如他 我都忍了 可我的孩子没有任何错 我咽不下这口气 萧悠悠一跪下 钱鹏心疼坏了 赶紧抱他起来 你别这样 起来 我们好好说 怎么好好说 命债命长 天经地义 他杀了我们的孩子 你就去向他索命了 钱鹏一个机灵 我要是向他索命 我会变成厉鬼的 就不能投胎了 你不去 那我就自己去 我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报仇 绝不放过那个恶毒的女人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萧悠悠转头就要离开 钱鹏赶紧拉住他 别别别 你别冲动 我们再好好算计一下 徐新阳爸爸家有那么大的家业 咱们都能给他掏空了 这个也一定能算计好的 让他不得好死 给我们孩子报仇 萧悠悠悠看见钱鹏 你说真的 钱鹏点头 钱鹏是吧 钱鹏和萧悠悠说话的时候 只以为附近没有其他的鬼 突然听到名字被叫 钱鹏一愣 转头看向我 你是谁 萧悠悠站在钱鹏旁边 看着我皱了下眉 他好像是最近特别火的 那个直播讨债的博主 叫叫江云云 我嘴角勾着灿烂的笑 小姐姐眼光真好 没错 是我 被你认起来我就不满着了 我不光是直播讨债的博主 还是阴间高级嘴差 说着 我从身上摸出一个令牌 钱鹏不刷直播 我令牌一收 说 这样 我们查到你 马上就连到投胎了 特意来带你上路 一听这话 萧悠悠顿时急了 不行 我们还有心愿未养 不能投胎 不是说现在投胎要考试吗 我们还要考试 我就笑道 因为钱鹏生前非常无朽 被破格录取投胎 说着 我疑惑地看向钱鹏 你要推掉吗 机会难得呀 不是谁投胎都能投到首富家里去的 首富 钱鹏眼桌子都公直了 方喜问道 我要投胎到首富家里 那我呢 萧悠悠也没想到 钱鹏竟然没有这样好的造化 立刻追问 我看着他 你是谁呀 报上名来 我查查 你和钱鹏关系好 应该也不会差的 毕竟优秀的人和优秀的人 是朋友 萧悠悠要报仇的怒火 都消散了不少 迫不及待说 我叫萧悠悠 我低头一算 抬头挑眉 萧悠悠 你就是那个 破坏徐新娘家庭 逼得徐新娘爸妈 住院的萧悠悠 萧悠悠一愣 直觉不妙 你要被下油锅 等着专门处理你的阴差来吧 厌恶的瞪了萧悠悠一眼 我笑夜如花 朝钱鹏说 咱们走吧 首次还等着抱孙子呢 萧悠悠一下 挡着钱鹏前面 匪夷所思的震怒 我被下油锅 你搞没搞错 我怎么可能下油锅 我没好气说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你不光要下油锅 还要接受18种酷刑 睡别人老公的时候 一时爽 18种酷刑 让你一直爽 好日子在后面了 滚开 一把拽开萧悠悠 我又换成一张微笑脸 朝钱鹏说 咱们走吧 不许走 萧悠悠对我一把扯开 又疯狂拖过去 死死拉住钱鹏的胳膊 凭什么我被下油锅 他就能投胎到手部家里 我破坏徐新杨家庭 没有他我一个人能破坏的了吗 我刺激徐新杨 爸妈住院 那是他让我去的 凭什么我去下油锅 钱鹏皱眉 看着萧悠悠 伸手将萧悠悠 抓着自己胳膊的手呆开 萧悠你不要闹 我凭什么不闹 这不公平 我暴毙看着钱鹏 难道我们调查有误 你和徐新杨婚姻破裂 你也有问题 钱鹏立刻说 没有 我绝对没有问题 都是他 是他用尽手段勾引我威胁我 我都是被迫的 咱们快走吧 别听他胡说 萧悠悠难以置信的看着钱鹏 抬手就朝钱鹏脸上抓过去 明明是你说 你娶徐新杨只是为了解决工作 为了徐新杨家的家产 你根本不爱他 你要是爱他 你能用他的钱给我帮忙买房子 你要是爱他 你能给他下药 让他怀孕流产终生不孕 你要是爱他 你能让我住到你们分房里 然后让他去和你妈 几妈老婆小八十平 钱鹏要去投胎 给首富当孙子 自己却要下油锅 萧悠悠被刺激疯了 像一条发疯的狗 连抓带脑 嘶吼质问着 就朝钱鹏脸上身上打 我站在一侧 默默催促 钱鹏 还有一刻钟投胎 过了时间就赢不到你了 钱鹏起初 还能忍卖一二 可一听 自己当孙子的好运 就要错过 直接一巴掌 扇飞萧悠悠 你别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勾引我 我不过是犯了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 你呢 你不知廉耻 勾引有父之父 还想气死徐新杨的爸妈 破了徐新杨自杀 这样你就能霸占 徐新杨的全部家产 你这种毒性女人 活该不得好死 下油锅去吧你 萧悠悠一个女人 怎么挨得住钱鹏 一巴掌扇 顿时跌倒在地 钱鹏游闲不解气 骑了萧悠悠身上 劈头戴脸一顿揍 打完起身 一整西装 依旧是精英派头 朝我说 咱们走 这个神经病不要理他 我看了鼻气脸肿的萧悠悠一眼 朝钱鹏微笑 好呀咱们走 萧悠悠连滚带爬起来 歇斯底里 钱鹏他真的出声不如 他手里有人力 他为了抢徐新杨的家产 把徐新杨的外婆 从三楼推下去摔死了 我没理萧悠悠 带着迫不及待的 钱鹏就离开 走到无鬼处 我忽然步子一停 钱鹏没杀住 自己冲出去好大一劫 猛地回头 压着关于惑地问我 江大人 怎么不走啊 我朝他笑 因为到地方了呀 走 没带打手来 就是不方便 还得自己动手 我话音落下 完全不给钱鹏反应的时间 一步上前 抓了钱鹏的衣领 直接提拳 朝他眼窝就砸过去 一拳砸了钱鹏人都傻了 江大人 江大人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可以解释 都是肖肉肉那个贱人做的 我听他计歪这个呢 没头没脸 一顿胖走 一砸铁板的力气 活活揍了钱鹏一刻钟 尿都打出来了 我慢条私底收手 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自己心里没点 AC数 还想给首富当孙子 你给王八当孙子 王八都嫌晦气 老实交代 给你一个早死早朝圣 你要是不配合 是男人就坚持一百秒 钱鹏连我的威胁都没听完 顶着一张鼻青脸肿猪头脸 嚎啕大哭 我交代 我无语 不瞒你说 我是徐新阳请来讨债的 你把徐新阳的房子 卖了457万8 这个钱你要什么还得上他 我就放过你 钱鹏立刻说 我把房子卖给一对外地来的 老是发交的夫妻 他们拆迁得了很多钱 18线小城市的人 没见过世面 什么都不懂 为了给孩子改变命运 花了全部的钱买徐区房 我去鬼上身 让他们把房子还给新阳 我无语 你真是扎出新高度 一转手腕 又是一拳砸过去 在钱鹏鬼哭鬼豪奸 我说不行 得用你自己的钱 钱鹏绝望的哭 可我没钱了 我钱都被烧了 我冷哼 是吗 那对不住了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还不上钱 那就还命吧 眼见我又要动手 钱鹏七里就叫 有钱有钱有钱 我 我这几年转移财产 差不多转移了几百万 都在我爸妈名下 我去托梦 让他们给新阳打过去 我都气笑了 那叫乌龟远主 这个钱当然要害 但是徐新阳的别墅钱 是另外的价格 我一脚踹向钱鹏小腹 钱鹏熬的一嗓子 要吸冷气 哆嗦着段子绝孙的绝望 萧悠悠的钱行吗 另外一处 我带着钱鹏前脚离开 赵宾德就窜到了 萧悠悠跟前 我说姑娘 你别哭了 哭要是能解决问题 村口的驴都能当皇上了 萧悠悠气的心肝脾胃甚腾 凭什么 凭什么钱鹏 就有给人当孙子的好运气 他就要备下油锅 凭什么 裹着巨大的愤怒 萧悠悠美好气朝赵宾德说 关你屁事 嗨 赵宾德笑一声 我这不是看你可怜 专门过来碰 不是 专门过来 给你这个招吗 你要是不需要 那算了 萧悠悠狐移看着赵宾德 见他是个穿着古装的老鬼 刚刚这老鬼 好像就是和我站在一起的 难道他知道什么 你有什么招 赵宾德就说 你知道为什么钱鹏 能有那么好的运气吗 为什么 赵宾德看看左右 在空旷的荒野里 对一副泄露天机的鬼鬼祟祟 小声说 因为他还钱消债了 萧悠悠瞪圆了眼 啥 赵宾德一只手掩着嘴 像急的说八卦 一颤妖枝翻个白眼 他偷偷摸摸给徐新杨钱了 获得了徐新杨的谅解 并且还让徐新杨去佛钱许愿 让他有个好投胎 怎么可能徐新杨恨死他了 徐新杨那种人 心狠得很 绝不可能原谅他 萧悠悠直接否定 赵宾德就撇嘴 那我不知道 反正他给了徐新杨好多钱 嗨 谁和钱过不去呢 你说是吧 我也就知道这么多 你自己想想 说完 赵宾德飘走了 萧悠悠正在当地 钱鹏竟然给了徐新杨钱 这个渣男 竟然用他和钱鹏 共同弄来的钱 给徐新杨这个原配花吗 原配怎么配花钱 徐新杨得了钱 他得了一个好投胎 那他呢 他这些年的青春算什么 不行 绝不行 萧悠悠深吸一口气 追着赵宾德就问 怎么才能拖梦 赵宾德自哑笑着回头看看 发钱啊 我能帮你 江小姐 江大人 求求你帮帮我吧 我和徐新杨是好姐妹 是发小 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徐新杨特别心疼我 我家穷 我上大学以后所有的裙子 都是徐新杨给我买的 年帝以后 我工作都是他帮我找的 他把我当亲妹的心疼的 都是钱鹏王八蛋不做人 背着徐新杨把我睡了 我不忍心徐新杨难过 才一直忍气喷生 藏着瞒着不敢说 我是受害者 我垂眼看着 跪在自己面前的肖悠悠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我开口 肖悠悠立刻说 我不想像有多 我想投胎到好人家 最好是一出生就是公主待遇 像徐新杨一样 要什么有什么 尝得好 学习好 才艺好 有钱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报恩 你让徐新杨的爸妈 伤二胎吧 我想成为他的亲妹妹 我简直惊呆了 不愧是三 你可真会想 倒也不是不行 我扣了扣 自己都快掉光了美甲 掀起眼皮 看向肖悠悠 但我不能白帮你 我给钱 我不要民币 这些年 钱鹏从徐新杨那里 用来的钱 我私下挪了不少 都存在我爸妈名下 我给我爸妈托梦 让他们给你钱 我看着他 想要一个好的投胎 还得得到徐新杨的原谅 我知道我知道 我也给我爸妈托梦 让他们给徐新杨钱 我摇头 那不行 你也说了 那钱是钱鹏 从徐新杨那里弄来的 归根到底 这都是徐新杨的钱 你要得到徐新杨的原谅 那就要用你自己的钱 肖悠悠一下就绝望了 我都是花钱鹏的钱啊 我自己哪有钱 钱鹏都是花徐新杨的钱啊 他给我的 也都是徐新杨的 我冷着脸就不说话了 肖悠悠绝望的摊在地上 难道他真的要被下油锅了 不要 钱鹏的钱可以吗 钱鹏自己赚的 不是徐新杨的 你和钱鹏不会一对贱男扎女 这答案都是一样的 可以 说完 我从身上摸出一根红绳 给肖悠悠手腕记了 今儿晚上你去托梦 明晚上我来验收 至于如何投胎 看你表现 收拾完钱鹏肖悠悠 我跟着赵兵德去鬼巢看演唱会 结果还没到鬼巢呢 赵兵德就收到粗糊短贺的消息通知 由于一鬼附身客没有买到过来的票 还当落在路上 今儿的演唱会延期到明天 我无语 他一鬼 过来还要票 直接飘过来不行吗 好像是因为最近阴界频频出事 关卡收紧 其他地方跨区过来的鬼 想要跨界过来 就得搭乘英差专项列车 不然不给通行的 赵兵德一脸失望 转头一张千年老脸带着祈求 问我 明天您担留时间再来陪我们看了吧 那我就做不到VIP了 说完 对对老指头 我哭笑不得 您千年老鬼 从哪学来的绿茶工艺 您我还来 前一瞬还垂头丧气 转眼赵兵德一蹦三尺高 小姐姐你真好 我无语 你说最近阴界频频出事 什么事 我问 赵兵德就说 具体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听说有不少鬼无缘无故 忽然冒到人间去了 那些阴差天天 不等赵兵德说完 我忽然感知到一股强烈的召唤 宁宁 宁宁快回来 快回 是狐狸歇斯底里的声音 不好 我有事 先走 要下一句话 我立刻回魂 魂魄落回身体一瞬 就听到外面抄家一样的激烈打个动静 狐狸 人本聚在一起 看血真的 鬼漫黄黄和大锤都不在 我立刻起身冲出去 一眼就看到狐狸呲牙咧嘴巴 很朝对面的男人撞过去 那男人手里 一手捏着鬼漫 一手捏着黄鼠狼的脖子 幽红的眼睛 迸射着邪性的光 复身刻 好 我咬牙切齿一钻拳 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前 就在我冲过去的瞬间 狐狸被那男人一脚踹飞 一米远 砸在墙角狐好的大别墅上 吞的落地 嘴里一堪血顺的嘴角楼出 顾不上头 他立刻就要挣扎起来再冲 哼 电光火石间 我一拳砸了那男人脸上 从内侍出来到拳头 握到男人脸上 前后不过电光火石一瞬 看到我 狐狸熬的一嗓子就哭 宛若挨欺负的孩子 见到了娘 宁宁可算回来了 这王八蛋来店里抄家 还要摸你 男人脸上挨了一拳 嘴角被打出了血 他随手将黄鼠狼 往狐狸里面一丢 一手抓着鬼漫 一手抬起来那条丝里 抹了一下嘴角的血 看向我 幽黄的眼睛裹着笑 你命好久不见了 别来无恙 去你娘的别来无恙 我转转手腕就要再打 男人将手里的鬼漫 逼流起来 这么不念旧情 不怕我把它撕了 鬼漫留一点平时的劲劲 整个身体搭了着 宛若冬天里 让在亮衣绳上的白菜条 魂魄已经淡得 几乎看不出人形 我拳头勘勘 就顿在那里 你要如何 复身刻浅笑 真有趣 你还有软肋呀 对这小姑娘 你认识吗 就为了她要手下留情了 少废话 我怒喝一声 复身刻一脸宠溺的笑 仿佛包容极了我的暴脾气 这脾气 还是像以前一样 不过 我喜欢 我要你那块玉玲珑 就在复身刻雨落一瞬 照兵者广袖长袍 粗骨短喝耐克里面 冲着进来 复身刻连头都没回 这活力和黄鼠狼 都险些伤云的 要不 你劝劝后面这几个 不要做个量力 我只要玉玲珑 你听话给我 我就放了她 复身刻不回头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奈克里面手里拿了一根电线 他给我递了一个眼色 你压在响屁痴 我裹着一身暴躁 就挥拳砸过去 复身刻没料到 我竟然会忽然冲来 提起鬼门就要打 却是在提起的一瞬 身体滋辣就被电击了 碰 奈克里面电击了复身刻的同时 粗步短刻广袖长袍 赵兵德冒着被电击的危险 一把夺过了鬼门 我无缝衔接将复身刻 直接一拳揍翻在地 你大爷的 欠债不还 竟然还敢来老娘的店里蹦打 三派银元 还钱 我摁着复身刻 霹里啪啦狂揍 不光我揍 受了欺负的黄黄和大锤 也来狂哦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求求了 再打魂飞扩散了 前一瞬 还是装X 大咖复身刻一米八八腿肠肠宽 后一瞬就哀嚎求饶小若鸡 抱成一团阴阴 你磕的在五岭山 撒豆成冰 播种成精的时候 就该想到 迟早有一天 吃老娘体拳 我一拳砸了 傅生刻的眼窝上 说 为什么要让那些人 欠我三饭店的钱不还 你是怎么从上辈子 直接来了这里的 你的法术从哪学的 老实交代 傅生刻算计的清清楚楚 借着赵斌德 想要去演唱会 VIP专做的机会 借着之前王八斤 给我透露出 傅生刻这个名字 来引起我好奇心的缘由 特意在鬼界 煽动了一次狂欢演唱会 让我被赵斌德带走 他趁着我的魂不在 在店里一来毁了我的真身二 来翻找玉玲龙 谁能想到 特别一辈子 不把老人将云民间顶先了 在店里养一个狐狸的黄鼠狼 眼看要被打出翔 傅生刻秉承着 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人责 你命一冷静点 你听我说 先别打了 我说 我都说 我拳头一顿 说 傅生刻深吸一口气 都鼻气脸肿了 还想端一个风油踢躺 傅生刻说 你命 上辈子我曾见你第一眼 我就爱上你 你 旁边粗步短刻 也没忍住 傅生刻无语 还让不让人说了 再深吸一口气 我那么爱你 一直保持着 洁身自号的形象 为了你 我去健身 我去美容 我去塑形 我就是等着你来追我呀 可你到死都没有向我表白 我听不下去 直接给他一拳 你压说重点 不然打死你 从哪学的法术 傅生刻无语 被一拳打的眼珠子 差点烂了 傅生刻到吸冷气 我家族上就有这个本事 我祖爷爷是有名的术士 我们家最擅长的 就是遮掩异能 所以 就算是你这种级别的天使 也感受不到我们的不一样 这个遮掩异能的本事 我倒是听说过 皱了下眉 闲误的说 所以说 你祖爷爷 就是五岭山上那只老癞蛤蟆 老癞蛤蟆成精之后 为了遮掩自己的原型丑态 潜心修炼遮授术 这法术让他修成之后 迫害了不少人人鬼鬼妖妖的 还利用一只掉落井里的玉球 骗了一个公主的芳心 娶了公主 成了驸马 却想窃过夺位 我记得 因为他作恶太多触犯天规 被满门抄掌压 这怎么还有漏网之余 是缠除 傅生刻纠正 我翻白眼 那你为什么要让人欠我丧葬店的钱 是我祖爷爷说的 只要有人欠你丧葬店的钱 欠的人越多 我就能得到的灵力越多 我拳头咔嚓咔嚓 就自动带着骨骼记忆给了他一拳 伴着傅生刻一声好 我舔眉 这么说 你祖爷爷还活着 傅生刻疏地闭嘴 糟糕 好像说漏了什么 我冷笑一声 所以 是你祖爷爷让你来找我的玉玲龙 找来做什么 傅生刻摇头 我不知道 我转了转手腕 不说是吧 不说没事 我直接去问你祖爷爷 他在哪 他死 傅生刻一句话没说完 我一拳冲了他下三路就砸过去 疼得傅生刻直接嗓音一个拐弯 在五岭山 狐狸也知道当年癞蛤蟆被满门抄斩的事 对着这个漏网之鱼翻得掉烧眼 果然 反腐还得靠家人 我懒得和这傻叉再多费一句话 转头去柜台处摸了一张符纸 咬破中指点了三滴血 啪 符纸贴了傅生刻脑门 顿时 一米八八狂酷拽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一只癞蛤蟆 孤瓜 找个盒子装起来 女儿给徐欣阳讨债结束 去五岭山找他祖类讨债 但这么多人欠我三满店的钱不还 还吸收我灵力 这债得好好算算 狐狸翻了个盒子 用抹布垫着手 捏了那只 咕瓜丢进盒子里 狂鼠狼摊在地上 气弱油丝 玉玲珑是什么呀 我没说话 狐狸把盒子放好 拍拍小毛手 说就是一玉球 说完 狐狸一愣 转头看我 当年那位公主殿下 掉到井里的 就是玉球 该不会是同一个吧 我摇头 那不能 我的玉玲珑反正从我出生 就在我脖子上挂着了 我师父说 从阳台里带出来的 我将玉玲珑从玉玲里拽出来 鬼缘一小颗 镂空雕刻着繁复的花纹 像是某种土壳 散发着淡淡一层柔光 哇 黄黄和大锤立刻发出 没有见过世面的吐狗惊叹 惊叹完 黄黄躺落几滴哈喇子 所以今天能点个塔吗 我无语 这弯拐的生命的 不过黄黄和大锤 和那傻叉国斗的时候 的确受伤不小 我画了个符纸 并着香塔一起 给他们点了 当时疗伤 失疗 黄黄和大锤立刻恶火不食 我转头朝鬼漫看过去 赵兵德抱着他的78代玄孙女 神色爱爱 我家曼曼还有救吗 我怎么和他姐姐交代 这傻孩子 昨天还说 等在投胎要天天给我烧别墅 媒体一句伤心 却字字难过 我无疑 在我跟前还能让他有事 你带回去把他放别墅里养几天就好了 那别墅巨音器 能滋养小鬼儿 送走赵兵德他们 简单收拾一下 被傻叉打砸过的丧葬店 我洗漱睡觉 第二天一早 精神抖擞开播 宝子们 直播讨债 准备好了吗 大怒 主播你不讲武德 这才早上七点 不是中午十二点见吗 幸好我起得早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废话少说 赶紧去砸 和死人讨债 兄弟们 砸哪 砸坟吗 这么一说 我更激动了 搞快点 搞快点